身體已輕鬆 powerless 我要介紹的是倫理的使用技巧 就lez容易手指抓握的功能 可直接抓著輪圈來前進後退 接下來要介紹的技巧就是 給手指無法抓握的病人 首先主択前 手掌放在輪圈外側 然後手肘flash,然後shoulder行為IR 那等下的動作會是elbow extension,shoulder ADD,ER跟flash來往前推動 像這樣,然後就是因為有些人是不具有攻三頭肌的功能 那他就會利用前三角肌的方法來往前推動,像這樣 無論上肌是否擁有完全的神經支配都應該要使用Longensimus Cross 那就是先把,開始的時候把手放在靠後的地方 然後往前推動到靠前的地方 那注意方向是往前,而不是往輪軸方向 那,就是像這樣 然後在輪音往前的時候,雙手自然垂下向後 然後做這樣子的連續動作 可以減少推動的次數,也可以降低對上肌的傷害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backward 那第一種方法是跟往前的技巧相反 那就是用手掌去碰觸輪圈,然後擠壓,往後拉 那第一,那個往前的方法就是shoulder ADD,然後ER跟flash 還有手掌的extension,還有手掌的extension 那動作會是elbowflash跟shoulder的輕微IR,像這樣 這是第一種 那,往後的其他方法還有就是把手掌放在輪胎的上方 然後手掌向後 然後利用公三頭的elbowextension的方式來繼續後退,像這樣 那如果是無法手掌伸直的病人,大家只能利用第三種方法 就是將手掌放在輪胎的內向側,然後利用shoulder的elevation跟external rotation 來讓elbow的extension,就是lock住 然後利用scabular的depression來讓自己繼續後退,像這樣 那以上就是背部的技巧 接下來要講的是關於turning的技巧 那turning的技巧跟轉彎的半徑大小有關 那第一種就是大弧度的轉彎 像是兩邊都是往前推,不過一邊比另一邊大力,像這樣 就是大弧度的轉彎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小弧度的轉彎 就是將一邊固定給予阻力,只推動一邊,像這樣 就是小弧度的轉彎 那第三種就是將內側往後拉,外側往前推,像這樣 這就是緊急轉彎 那這些前進或後退的活動輪圈的方式都跟前面的技巧相同 不足肌力或者是rlm的病人可以使用中置有pac的軟體 那首先要前進的話,先把手掌或者hold arm放在pac的後方 然後往前推動,像這樣 就是利用shoulder flashing的力量 那如果是要使用long and smooth strokes的話 可以把手放在,手掌放在就是比較後面的pac 在臀部後方的pac,然後這樣子移動會更有效率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backboard 那就是先將shoulder IR,然後把手掌或者是fold arm放在前方pac的前面 然後利用shoulder的extension跟scabula的內收來動作,像這樣 那turning的技巧跟標準式的沒有什麼兩樣 那turning的技巧跟標準式的沒有什麼兩樣 是一邊推的比另一邊更有力 或者是第二種,一邊是向後一邊是往前推,像這樣 現在要來講的是維持平衡點這個動作 那這樣的話,很多都是p1在幫助病患的時候會使用放手保護法 其實p1會在,會幫病人動到平衡點這個動作的時候 所以說,可以不要握住把手 因為如果握住把手的話會存在幫助病人去調整他的動作 這樣會導致病人是減少了他練習的機會 也會讓病人是感受不到什麼叫做平衡點 那通常這個動作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因為會害怕 因為平衡點在半個時間中更後面的位置 所以說,通常都會請pt在後面幫忙協助工作 或就是做保護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在病患學習這個動作的時候 不需要可以自己達到後勤這個動作 通常都會請pt來幫忙 pt會協助病患後勤 然後到這位置的時候 所以說,患者可以自由的前面後面調整 可是就是pt要像病人保證說 絕對會保護他,不會讓他跌倒 那這樣子在調整動作的時候 如果說覺得不夠後勤的話 可以把他往前推 對,然後如果覺得太後勤的話 可以把推輪後拉 對,然後這樣子也可以大幅度的調整 可是pt就會鼓勵說 就是要用細微的動作去調整 然後這樣去穩定他的平衡點會比較好 接下來他講的是osuquili 那就是具有正常上肢 跟比較輕型的輪椅的人 可以比較輕易的達到quili的狀態 那他們的使用方式就是 就是手放在輪圈後方 然後在瞬間往前推動 像這樣 然後同樣的這個動作也是要請 就替財公園保護 那另一種就是給上肢功能有損失 或者是比較重的輪椅的人 那他可能就是要利用底下的技巧來推動 就是首先放在輪圈前方 然後往後拉動 然後再瞬間用力往前推 那瞬間用力往前推的時候 可以加上頭往後甩的動作 這樣會更容易打到quili 像這樣 以上就是osuquili